别再傻傻的考虑CRV了 第下三款这仅才是真正的性价王 特别是最后一款 从R23万跌至15万就能够拿下 最关键的是开出去的油面子 现在入手非常的划算 第一款卡迪拉克XT4 作为卡迪拉克的入门级SUV 这款这在各方面的表现 那绝对是超一流的水准 像动力方面 全系大的R0T发动机 9AT变子箱 这达马力237 零百加速7.6秒 而且还有可变钢技术的加持 综合一号能够低至7.3 在动力这一方面 凯迪拉克一直都没有打折扣 而且承认在配置也是非常的丰富 像武器囊 可开启的全景天窗都有搭载 要知道这些配置放在日系车上面 没有个25万根本就不可能 外高方面 家族式的设计很有辨识度 但是这款车的家用属性却很一般 轴距也才2美7.79 刹长4美6 后排坐三个人确实有点拥挤 不过他的后备箱却达到1300多升 两个人出去自驾游 开车管车非常的合适 再加上大家别忘了 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 那就是跳水冠军 官方指导价261千7到254千7 综合优惠能够达6万 入门几百美现在20万出头 在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面前 大家看这款车确实很值得入手 而且还有各种补贴 这款车车价已经来到18万左右 这都近期准备日式的消费者 确实是一个好时机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宝马X1 这款车在内部空间 那绝对是能够傲视群雄的存在 而且后排空间也是非常宽敞 超长4美616 轴距联美802 后备箱容积1700升 三压半呆布 出去自驾游 接送孩子 这款车在空间方面 它都能够给到你不一样的表现 而且车内的科技感非常强 像10代O1自义精英表 六色氛围灯 车带智能系统 以及电动后备箱 反观同级别车行 坐进去不是塑料感强 都是比较廉价 这款车的表现确实很让人满意 而在动力方面是很有优势 只不过入门几百分是1.5T 强烈线也不要入手 2.0T才是首选 192匹马力 七档师双离合 鸟距能够到280 这样的动力表现 适合各种硬车场景的需求 价格方面目前狂降10万 入门级版本已经从R79,800 带着18万都就能够拿下 而2.0T版本一户外 或R23万多 虽然入门级版本价格很有优势 但是老司机都知道它不足 尤其是5年以后 让你修的修不起 而它的2.0T能够让你开到报废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奥迪Q2L 外观方面继承了奥迪加速车设计 第三款奥迪Q2L 外观方面继承了奥迪加速车设计 非常的有辨识度 虽然是奥迪的入门机车型 但是像车身上面的标志性元素 它也是应有尽有 并没有区别对待 尤其是动力方面 还分为1.4T1.5T两个版本 不过它1.4T版本才是招款着的灵魂 马力150 0-100加速能够达9.3秒 作为一款小型SUV 这样的动力足够了 就算你买带的情况下 它也是不会让你掉链子 更不要说4米257的车长 2米628的轴距 最近后排腿部也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 只不过会出现顶特的情况 不过日常代步 加量出行买这款的足够了 现在官方指导价22万8800 26万8800 综合一会89000 如果我们几百分15万出头就能够拿下 价格方面非常符合我们消费者的钱包 但是觉得这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车型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豪华SUV价格 方便一路暴跌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